好不容易哈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聊天了 所以今天是一个月吧 一个月 就是一个月了 其实时间蛮久的 我们上次做完那个那期节目 因为没有没有剪出来 然后所以因为各种原因吧 然后所以我们就聚网磊 我们就直接聊一个新的话题 今天聊聊那个阿富汗的事情 对 两位有没有关注啊 有什么感想 阿富汗全 阿富汗全 台湾的这边的关注 就是说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 就是这样 大概 我说两派 光是这句话 就是不同的解读的麻烦死了 就是大家 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 是搞不清楚 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都说 反正我们是比较受 那个美国的媒体 影响吧 那个台湾的一些新闻 大部分都是比较偏美的 所以 搞不清楚 伊斯兰的就是 伊斯兰教的那个 反正就是恐怖分子 就是很容易 就很简单 那个很单纯 然后这样讲 也不管他们这些人 为什么变那么强大 是谁训练 他们也不管 他们当初也是美国人训练出来的 离开这个 今天算起来刚好五天 今天是9月5号 他们是8月30号最后一天离开 这个阿富汗 在那边打了 打了20年的 个人感想 因为我这种事情想比较试快一点 都是用钱为党 好像 那说实在 我是从美国 如果说真的像他们说的 20几年花了几十兆美元吧 对吧 然后当地又是扶不起的阿斗 再帮下去 只会让他继续 就像个无底洞一样 继续花美国的钱 那怎么算也不划算 那倒不把他抽出来 无可厚非 那确实面子上 大家都说了 你这个盟友 盟友之间 你美国世界大哥领导地位 这样子走得非常狼狈 这个面子是非常挂不住的 就看到选哪一个吧 那我觉得他是失了面子 那理直面 确实要止血 花了那么多的钱 对吧 对啊 也不是花你的钱 文森尼你恩什么呢 也不是花你的钱 其实你刚才讲到花钱 我就有想到 就是说 你说伊拉克啊 这种地方 或者那个就是沙特啊 像这些地方都是 我觉得美国在这 在那个地方花钱 这蛮明显 就是 比较知道他要干嘛 就是这个阿富汗这边花这么多钱 花的可能比伊拉克的这个钱花的还多 就是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你们怎么看 就是他是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在这一个地方 虽然大家有的时候讲到 他那边可能也有那个稀土嘛 也有他们的一些的那些那些特别的一些那种矿场 那可是 还有阿富汗圈 那可是为什么 就是可是当时20年前除了 除了宾拉登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美国的面子的问题 可是美国通常不会为了面子花那么多钱 对啊 嗯 你说没错 一个说法 这次这个事情策略之后 其中一个看法是 在把那个宾拉登干掉的时候 他那是不是躲到一个别墅里面去嘛 然后好像是倒垃圾的时候 还是怎么样 煮饭的时候 不小心被附近居民发现 原来这个宾拉登是躲在里面 后来派个特种部队 我还记得欧巴马 他们一群人穿个西装呢 坐在桌子前面白宫里面 远程的 这个看他们特种部队进去把他干掉吗 对 那一个说来说 其实当时把宾拉登这个头子干掉之后 其实就可以撤出来 对 这个也 对 取一个说法是怎么看 对 这个面子有了 对吧 因为当初就是 你开了飞机 把我这个两个世界贸易中心 撞倒了 那我面子上 我要逃回来 那宾拉登 确认日期 不好意思 每天都有做功课 反正就是 8年前 10年前吧 把宾拉登被干掉之后 那时候其实就可以走了 那 就是回到文森 你说这个问题 对啊 其实划起划到那个时候就可以了 为什么后面还继续划划划到现在 嗯 对 美国太有钱吗 不知道 他 他这个就是 就说这次撤军就是有很多点 可以去看嘛 然后这个刚才两位提到的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在那里耗那么久 对吧 他是 他是有矿 有新土啊 然后呃 包括一直最近一直爆出来说 他有那个锂矿 就做锂电池那种锂 然后看起来应该还是就是挺蛮需要的 但是呃 他开采成本也很高 就说 你花这么多钱 你肯定是得不偿失嘛 对不对 你每年 是 你每天洒进去 然后之后就呃 开一点矿呃 呃 肯定是不合算的呃 那然后呢 嗯 其实最近也有一些像纽识啊 然后还有一些 Wall Street Journal啊 然后都有一些长篇的文章出来 就开始反省 就是美国为什么在阿富汗这个泥潭当中要拖这么久 就是当年他他去就是去打呀 就是确实是像那个海胆讲说呃 因为911的事件 包括他为什么选这个时间点撤军 也是因为呃91120周年 对吧 他们希望能够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所以把这个撤军时间定在8月31号 就是在这之前 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我们当年是为了报复 他报复其实主要也是因为呃 奔拉登啊 阿尔凯伊达呀 这个然后一直是在阿富汗嘛 然后所以他们就说啊 我们要把阿富汗炸回石器时代 但是他自己本身已经是很落后 然后呢 但是他他任务达成之后 他为什么没有撤出来 就是说他有一种说法 有一种有一种评论认为 就是说他美国当时 他在呃打击这个恐怖组织的时候 他等于是摧毁了阿富汗的政权 那么他认为他有一个重新建国 重新让他就是再建立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道义责任 说起来 完全不像美国人 就是他意思是他们有这样一个责任 然后所以他们就要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其实美国从国会啊 或者各级总统啊 他们都是每年都会review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今年又花了这么多钱 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再这样做 这个问题其实每年都有人问 然后每年都会有相关的报告 比如说在当地的一些投入啊 然后不对啊 然后还有包括一些他们所有的 你做了你花这么多钱做的事情 你像我们开公司也是一样 你今年到底有没有收入啊 或者有没有什么进展啊 市场开拓的如何呀 但是每年回来的报告呢 都说啊很有进展 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阿富汗重建的 这个民主制度是非常有效的 然后他再一点一点责壮起来 然后我们只要继续再support他 再给他就蹦一点血进去 他就明年就可以 是这样的 过去过去这些年是这样的原因 其实不停的有人在 以这些报道看 对对对对 就是不停的有人在challenge这一点 说我们为什么还要在阿富汗 然后就不停的有人去解释说 我们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好了 但事实证明这些报告 显然都是在撒谎 然后呢 是不是有人在拿回扣啊 第一个想法 其实也有一种阴谋论 就是美国人拿回扣 我不是说当地政府 当地政府这后来爆出来 就是那个贪腐啊收费啊 当地政府严重 那写这些报告的人 是不是也有拿钱呢 所以把它写得这么好 所以一直有一种阴谋论 我上次请来那个嘉宾保罗先生 也提到这个阴谋论 就是说其实一直是 他这个报告呢 是涉及到各种利益集团 那么其中最有可能 大概是军火烧 你知道吧 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 在阿富汗要不断的投入 这些人力啊 然后这些部队啊 如何如何之类的 那我就要卖武器给政府 然后我相应的配套 我跟你讲啊 我前两天看一个什么 说那些美国士兵在阿富汗 他们喝的水都是瓶装水 专门运过去 那你说我要是那个做 卖矿泉水的那家公司 我肯定要去跟那个写报告的人说 哎呀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在这里 再待个一两年 对吧 所以更不用说是卖军火的人了 对呀 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呀 然后所以那个 所以一方面呢 其实一直不停在死人 对吧 他们其实也拉了一个单子 就是美军大概在那边前前后后 可能因为最新的一次 非常惨烈的事件 吓死了13个人 但是在过去这20年当中 应该前前后后死了2000多人 将近2500人 2500人 对 代价是非常惨重的 但是呢 好像如果我们相信阴谋论的话 就是说总有利益集团在背后讲说 这个事情不适宜现在讨论 我们还是再把它放一放 我们再继续投入一些 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个20年的一个困局 然后所以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反正他是一定要走的 对吧 就是他走肯定是要走 那么只要他决定了走 那就没有说 哪时候走 就是他只要决定了走 就没有漂亮的走 走的时候一定是狼狈的 有这样一种说法 这好像是美国参与这个国外的那种战争 花最长的时间 对 20年了 对啊 韩战越战应该也没这么久吧 韩战越战 对 二次大战 一次大战 都没有 都没那么久 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很特别的 就是美国 这个蛮特别 他就是 都打仗 除了一次二次 这个没话讲 这个碰到的敌人 那个还是肌肉都蛮大的 然后都是 都是真的硬碰硬的 大家就硬的来 后来他最记得这些 他都是原先就想在一个很混乱的地方 然后培植一些人 然后变成老大 然后弄弄弄 就自己的现代理念 早的人也不一定是这么听话 然后要不然 就是 就 自己去训练 自己的敌人 就是 就是已经搞了好几次这种事情 就觉得 你说阴谋论 那真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都不晓得 这个美国到底是谁在掌握 搞不好不是选出来的这些人 本来是那背后 这些在这些战争上面 能够挣到钱的这些人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 就是文森的这个观察也很敏锐 确实是 如果是 就看他 就是经常有些时候 你会觉得美国人好奇怪 他为什么要打这个仗 当然这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 就是尤其是 前半段是很清楚了 前半段是为了面子问题 就是在把宾拉登干掉之前 这个是有理由的 后面就像你们 后面就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继续撑下来了 当然很多理由了 就像各位两位刚刚讲的 这样的问题像比如你像那个海湾战争 对吧 就伊拉斯战争 第一次就还OK嘛 对不对 因为他反正他去侵略暴军 他侵略其他国家呀 如何如何 但是第二次就觉得好奇怪呀 他到底需要做什么 对吧 然后呢 然后他在其他 这些都是 当然他后面是有很复杂的政治原因 我们今天可能也不能扯太远 不能够去一一的去 去挨个的去分析 他那个怎么怎么样 尤其是他 他之前比如说像 就我们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外 他的局部的战争 像比如说韩战 这个大陆叫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 当然其实他打的是联合国军 但是不光是美国人 还有其他国家 加拿大呀中国啊 其实也都死了不少人 然后包括越南战 当然就是比如说朝鲜战争 韩战或者说是越南战争 他其实背景都是冷战 他是在冷战的背景之下 东西两大阵营 对对对 其实是就是代理人战争 那个韩战勉强应该也算是吧 其实也是直接打 是是 越战就是代理人战争 然后呢 所以但是在后期 中东的很多很复杂的战争 我们就没有办法就用很简单的一些道理去去模式去套他 他都有很复杂的政治的问题 这个阿富汗这个事情呢 所以也有人分析是说 我其实我自己是其实是看不到他有很多的就是地缘政治的优势在里面 就是说他非要占这一块地方 因为阿富汗他就是他就是一个很穷的地方 他没有任何资源 对吧 然后呢 他除了自己上面有一点优势 其他就没有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他没什么的势力一旦撤出之后 可能在阿富汗会造成一个这样权力的空洞 然后现在大家都很采取会形成一种很复杂的局面 对吧 然后无论是 其实印度也很紧张 对吧 然后呢 那个中国和俄罗斯就更紧张 这个就是下一步要看的事情 大家纷纷就是采取不同的态度啊 然后就看对塔利班的这个态度 其实也很微妙 这件事情一直在慢慢的在往前推进 当然他就是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撤军 这个这一幕悲剧达到了最高点 然后就在那一次 呃号称是ISIS的一个分支 就是就就是那个人就是叫人体炸弹 然后一下死了很多人 真的是非常残忍 而且死掉的都是很年轻的士兵啊 你看他那个就是我看他们那个po出来的一个照片 二十出头 然后有一个女生 还还 抱着小朋友的一个照片 哎呀真的是让人心碎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这个事情应该是拜登 这个从政生涯上永远无法抹去的一个污点啊 这个很很难很难洗干净 然后甚至于后面人家也有一些阴谋论 就怕后来不是美军就稍微报复 然后去攻击 为什么会死掉一些原来他的翻译 移民人 为什么会死掉平民 可是原来是美军的翻译 就是很复杂 就是每个人用自己的想法 然后就看这些事情去编故事 可是这个就好像聊到这边就会觉得很特别 就这一个阿富汗这个地方实在是没不是一个好写故事的地方 他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很大的诱因可以做这件事情 而且甚至于说其实现在各国头痛的是 他们其实也不敢也没有什么把握说塔利班就能够完完全全掌握阿富汗 也是没有那种没有那种把握 等一下又怕那个然后支持他的 结果另外一个一的势力 然后他们自己内部一乱 然后就又换了一批人 就是他们现在也是 以前是见缝插针 找到一些乱的地方 然后去扶持一个看起来还能够扶持的一个小老弟 搞大了以后 然后看看这小老弟会不会听他的 结果搞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那这次是小老弟也不是在这一堆小老弟里面 很明显的是可以培植的对象 所以也是相当麻烦 因为像他这样看起来 他们觉得内部就有人会觉得 伊斯兰的那些比较激进派的 就觉得这个塔利班已经辨职了 居然能够要跟美国这些人去谈判 所以他们自己是不是还能够保持 他自己那种激进派的那种地位也是很难讲 所以有时候觉得 哇这个剧本真的是很复杂 可是这个剧本复杂呢 背后又那种利益到底是什么 又不会像伊拉克这些地方这么明显 就是感觉到非常非常奇特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这个美军特走之后 这个就是阿富汗搞不好很快就会被大家忘记 因为它其实是蛮典型的一个叫什么 失败国家嘛 就是这样子 完全失败的一个国家 它没有办法正常像一个正常国家一样运转 然后这只是我个人看法 当然有可能会有其他 就类似好像说那个什么叙利亚这种 反正他们自个乱自个的 那自己这个叫军阀当政 那么时间一久了 大家就他就变成像你说 就是那些缅甸 未开发国家 像缅甸这样子啊 或者像叙利亚这样子 反正你们他们过他们的 我们过我们就这样子了 对啊就是大家就不要去 你是这个意思 可能有些人对处于 你说的非常对 就是有的人可能出于人道关怀啊 会一直关注像比如说阿富汗的女性团体啊 然后他们的女性的地位啊 待遇啊什么之类的这些 然后时不时可能会传出一些 惨绝人寰的消息出来 他们这个地方 因为它完全就是不文明的嘛 那就是完全就是不文明的一个地方 然后它就会传出这些很悲惨的事情来 然后这个时候人们才想起来 哦我曾经有这样一个阿富汗的国家 也就是这样 其实 你记不记得那个 也才几个月吧 确实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啊 这记性也不好 你说最好例子就是那个缅甸嘛 今年年初嘛 对啊 对啊 那那时候也是大家搞了啊 这个什么军人上街杀平民怎么样 那全世界都会关注他 对 久了也就 我相信现在也没有改善 我缅甸那边 嗯嗯嗯嗯 真的是这样子 缅甸实际上就是多年来 就几十年来就是军政府把控 然后他好像曾经出现过一点希望 就是昂山素季他们出来之后 但是他也必须要和军政府妥协 他一旦 他的就是变革的这个步伐 迈出了这个好像军政府的人认为 这些军阀认为好像控制不住 立刻就把他推翻 然后就回再回到过去军阀控制的那样一个状况 就是一个失败国家 他就没有好像是有净化的希望 我们的数据点绝对 我们应该放弃 是的 嗯这就是要这样 也不止了就叙利亚也是缅甸也是 非洲肯定有一些到 非洲也是到今天还是的 对对对 还是这样子 那也就就我们台湾就放烂掉了 就就把他放烂了 也没有人会理他了 像尼日利亚好像是吧 对不对 Nigeria 是 一直打仗 一样 动不动 一直打 是的 哎有时候新闻里看说啊 他又怎么又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 然后死了多少多少人 大家看看就觉得很盲目 就是觉得没有人想去救他 就是完全放弃掉了 真的是好难过 确实 我觉得我们来做个小游戏好了 也不是说小游戏 就我们三个 我们来打赌 我们三个月或六个月之后 新闻上就不会提到阿富汗 就比例占的很少 估计应该是 照这个局势走的话 对啊 对啊 真的也蛮无奈的 蛮无奈的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出现的 有可能出现的情景 就是可能美国那边还会有人继续揪阿富汗这个事情去攻击拜登 对吧 这可能就是他们现在新闻里面的情况 因为毕竟是拜登的一个重大污点嘛 对不对 然后人家会说啊你要有年轻人的命啊怎么负责啊如何如何之类的也就是这样的 那美国可能疫情在一起太过去了 或许啊 或许啊 比如说我估计也没那么快 毕竟这个阿富汗他现在也是元气大伤本身就算是恐怖分子 他也要去这个什么修身养晦啊 就是慢慢养病的意思 那么搞不好过或许两三年之后就向美国人担心的阿富汗又再次沦为恐怖分子的温床 那简直是一步再次沦为 那么我相信他他阿富汗会再次跑上新闻头条 估计是下一次吧 某年某月某日 又有一群这个阿富汗培养出来恐怖分子跑到哪一边的 可能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放个炸弹 然后一次又不知道死了多少多少人 然后大家才会再想起来 这个阿富汗这个地方还在这里 然后他还是继续 大家都希望不要这么发生了 我意思是如果没发生的话 他就是沦为像刚刚你说的 就是一个失败国家救了 大家就忘掉了 要么就是他在make some noise 去哪边再犯个罪 所以再还有一个问题 sorry那个闻生你是要讲什么 没有 我刚才本来要讲的东西可能太太那个话题太扯太长了 我就把它断掉 我其实本来只是想觉得因为他们现在在提的 就是这些伊斯兰教这种极端派 其实因为我们自己看那个Bible 他在讲的东西跟那个Bible上面的旧约 讲的那种法 那种那个时候的法律几乎都是一样 就是你如果偷就手砍掉 你如果犯监疑就用石头扔死 然后就是一样就是这个其实沙特在几十年前我爸爸以前在沙特那个时候 打工的时候就有看过 真的就是人被用乱石打死 对 这个就是一个很古老的形状 那个原教旨主义说的就是包括一直大家可能哎这是我有点就是胡说了哈 因为我其实并没有很深入的研究 但是希望没有说错 就实业派和逊尼派差别比较大的一点就是呃呃 实业派其实比较坚持如果古兰经上写的东西就要照着做嗯 然后呢没写的东西嗯可以做那么逊尼派呢可能想对着要flexible一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对对对 塔利班是逊尼派的原教旨主义者对哦所以也是对对对 嗯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有时我们就是到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但是有些事情是完全无目标办法解决的 是是是是 sorry我就再再回到刚才想要提到嗯就是说阿富汗可能对是 人们的视野或者说塔利班在进入我们的视野可能就是呃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因为其实很多发达国家都接收了大批的难民你知道吧好像最早是加拿大都出来宣布说接受两万名那个refugees阿富汗的然后英国也宣布接受是结果英国就在是接受难民过程当中就发现其中混入了塔利班分子所以就回到刚才是嗯呃海胆先生提到那一点 就说他还依然是一个恐怖分子的温床他还会依然嗯恐怖分子还会依然会以这个为希望不是希望不是对希望 这恐怖主义也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毒瘤吧他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就说你你想要向恐怖主义宣战的话这是一个很难打赢的战争对吧每年那个美国花多少钱就是因为我我其实我们我们因为都很少就是在 多年前那个时候那个时间很少在就没有在美国长期生活过嘛我不知道海胆啊就但是就说美国的整个的整个社会因为911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像比如说过去他们坐飞机就是国内的航班飞机你就拿一个驾照去就去了给他跟搭公交车一样了基本上是的不需要没有什么复杂的安检啊然后什么什么都没有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美国出入境啊或者是境内飞行这些就是所有的航班之前非常复杂的全身透视的检查然后动不动就flash到小黑屋里去审 这些911之后变得严格严格然后会变得会越来越严格所以就是他改变了整个行业然后我们整个的生活就是交通啊出行啊什么这些都是是恐怖主义的生命影响吧他没有办法解决就是 这个时候顺便讲个笑话有一次我去拉斯维加斯餐展嘛就像雨田小姐讲的后来真的变得严格了非常跟911之前做这个国内班机我不要说国际班机美国国内班机安检程度就是翻倍那有一次我那次去拉斯菲加餐展然后一样要上飞之前过来安检嘛那他是这样有个是正常的就好像这个小叮当那个门一样是个长方形的比较简单的 然后旁边是一个好像一个圆柱形的那个扫描更彻底的更严格的一个机器安检人员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安检就是一个门啊就是一个框过去就好了啊对他一个对一个那这个框的边上呢right next to it他还有一个更更严格更机密的机器这个圆形的可以给扫个半圈一圈的那就很好笑那他那个安检人员他就他就他就他 挑人嘛他觉得你还可以正常的你就走这个正常框框的我呢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挑到这个被叫去旁边那个比较严格的机器那边就过然后就像那个雨天小姐你讲他这个国内这方面的所谓的呃也要叫骑士也好隔离也好在我那个身上看出来因为呢我前面站了一个黑人我们排一排队嘛然后后面站一个墨西哥人 然后再往后面站一个的是那种中东人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不是白人就对了我就觉得很突兀站在那一边然后旁边大部分过去的走正常那个基本上十之七八就是正常的白人就像这种不是非主流的就被叫旁边去对对很明显对对所以你的笑话在哪里哪里好笑笑话就是说呃当下我是觉得蛮尴尬的 你你你说黑人墨西哥人中东人我跟你讲就想说的就是你说确实他对这种的这个歧视这个segregation呃变得明显了对对啊然后我我其实就接着你这个有个小笑话当时我们也是两个同事去出差然后结果就排队然后人家都是正常从那个框框过嘛然后其中前面一个男生就被说哎你过来过来走这边然后呢嗯 所以说啊 а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去跟那个哦菲س说we are together 前面那个过了那个全身扫描後面那个说啊那既然你们是一起的那你也过来吧你也来扫一下哈哈哈哈这爽一下特别特別待遇他不知道是做什么其实赶紧说we are together 就是这样 好一起来死了啊 所以对阿富汗也就这样子了 刚开始的时候文森给我们讲说什么 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 大家都是怎样解读的呢 这句话 我觉得在台湾是两派声音 倒不是说只有文森说的一种声音 当然就是两种声音 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 那当然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阿富汗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可以聊一聊 因为现在就是比较多的情形 就是有一派人就会觉得台湾过于依赖美国 然后就会觉得你依赖美国的下场 就会变成像阿富汗一样 就是他这不是你的国家 不是属于美国的自己的国家的事情 他不会这么样的投入 他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事 那你一直讲说我们将来如果遇到台湾有遇到任何的危险的时候 美国会跳出来 因为我们曾经有签订了什么台湾关系法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可是大家就会有一派的人一票的人就会说 你看阿富汗就是一个活生生雪龄的日子 美国人想走就走 想来就来 那这个就是如果他没有在上面得到任何利益 他马上就走 那当然也有一派的人就说 你看越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越要跟其他的国家有一个好的关系 我们不是扶不起的阿豆 我们是我们是呃愿意就是别人如果给我们支持 我们更会装尽之强 我们更会呃站出我们自己的立场 然后会保卫我们自己的地方 就是就是看他大家是什么解读 那明明是一个离我们那么远的事情 可是大家的这个解读的方向就变得不一样 对啊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间啦 因为我们也会变成呃嗯 中国跟美国的问题 从贸易从在世界上真的真的当 呃不同的地方真的当老大的情形 变成很多的地方的人都得要选边站 嗯那嗯台湾基本上就不是一个很 完全是呃想要选哪一边的人 就是选选中国选美国选这样子 感觉上就是这种两边都是很焦灼啦 就是常常就是就一半一半的 然后就造成阿富汗问题 只是把这个问题再放大 然后到底阿富汗跟台湾有什么样的关系 就觉得很奇怪啊 就是也没有人说哎阿富汗现在塔利班上来 那赶快去跟他们建交啊 也没有人在提这个事 对台湾来讲太遥远了太遥远了对 可是我们可以跟一些很奇怪的小岛的国家去建交 也没有人在这个时候提要跟那个那个阿富汗去建交 那不是多一个邦交国吗 这不是很好吗 人家已经先跑去天津了 人家不会理台湾的 是你要会心理中国的 对 所以所以我很奇怪的是 不好意思我不吐不快 我就说塔利班所奉行的价值观差别太大吧 我一直想说他和整个文明社会差别太大了 我觉得比如说你看台湾当年和那个索马利亚建交 是不是那个索马利亚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我大陆叫索马利 索马利亚其实也是一个失败国家的典范对吧 他长年红海的海盗是吧 盛产这个地方 然后呢 真的是当时就有点匪夷所思 台湾为了多一个邦交国 其实很多原则就可以放弃 但是如果我觉得真的是去跟塔利班建交的话 这个就有点太奇怪了 太超过了 对美国爸爸也不高兴 说我让你在那里 我这么应该是不会 是一个什么民主自由的大旗是不是 你现在跑去和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一个这样一个落后的一个政权去去完全不文明的一个政权去建交 那我还要你做什么 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 是的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在台湾的台湾的这边的政府有多可怜吗 其实你真正算我们现在剩下的邦交国有一些其实也是也是蛮在当地也算蛮集权就很奇怪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就是那种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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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 然后他可以就是就是用几百年前的方式去统治他那个小岛 然后太平洋上那个我忘了索罗门导师的反正小岛 是老鲁吗 是老鲁吗 忘了 反认台湾 反人口就几万人而已吧 还几十万 然后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民主的价值啊或者什么的 其实常常也只好如果有人愿意跟我们建交的时候这些东西会放在旁边 对 是 不过我觉得台湾真的跟客观来讲啊 国际永远是现实的嘛 国际关系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 那台湾我觉得跟阿富汗相比的话 比较美国就是说他真的要放弃台湾 他会比较不会像阿富汗那么容易的放弃台湾 但我不是说他绝对会保护台湾 我觉得反正他算盘算得好好的绝对要没有什么好处 他也是我相信老美也是拍拍屁股就走了 这些观念 但是台湾一个两个我更不要看得到的 一个就是半导体产业一个重要性吧 这个我们之前聊过好几次了 对啊 那这个东西你说好吧 就真的假设明天这个五星期往岛上一插 或者是这过程中要是有些闪失那些 所谓的这个生产设备 supply chain 短折几个月受影响 多着可能好几年 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大家不别玩了 不是就不用玩了 全世界不用玩了 是好 那撇开撇开台积电部讲的话 另外一个这个是我来内地才学习 原来台湾有另外一个这个名称叫做不会沉的航母 对 永不沉默的航母 这真的我来内地之前 我还不是说台湾居然还可以这么的 这么的这么叫耍逼 还可以说说被说成这么的一个不成的航母 那这个也是特殊地理位置 这个也不是说台湾多么努力 他就刚好这个岛在这里 一个岛链下来 日本 这个韩国 琉球台湾菲律宾一路下来 对吧 那再怎么说这个口子 老美跟老中都很想要 对吧 老中其实要涂会个出口 涂过这个岛链 那老美一直是防着 老中不要涂得防着 所以你撇开其他什么 不过神社啊 或者什么都都不提的话 光光这个战略位置 就够两边去花 相当的力气去争取 这一艘不未成的航母 对啊 战略位置是没错的 这个而且不光牵扯到美国呀 日本也很紧张啊 对不对啊 我们每次说到这个时候 美国紧张 日本也很紧张 如何如何 然后这个是这个是肯定的 对吧 对 我觉得日本最近 哎才几个星期前嘛 还有这什么 在琉球在下面 哪个岛来了 类似于那国岛 还是古宫岛 还要再放几个什么 防备性的武器上面去 就是他去 就像您说的 他也很担心 这个口子破掉了 不是还要说 军演吗 所以整个 我觉得台湾跟阿富汗来 相比的话 我们是比较有本钱 不会被那么容易的抛弃 对 当然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力自强了 说到底 毕竟自己的地方 还是要自力自强 我是比较不懂 就是美国都一直说帮我们 可是他在北京有大使馆 然后在台北 在台北就是一个 AIT AIT全名叫什么 我都不知道 美国在台协会 对 对 是一个 所以很好 里面还有美国军人 里面还有美国军人 可是穿便服 对 可是穿便服 穿便服的 他所有的 他们都 都是有的呀 美国使馆里面都是有的呀 领馆呀 都是有那个海军陆战队 Marine 他都是有战队 在有邦交情况下没问题啊 但是北京就不爽了 你为什么台北这边也有美国军人呢 你没有邦交 为什么 虽然是穿便服的 对 你们不是要和立陶宛建交了吗 这个倒没有啊 大家也知道不可能的 我们疫苗拿一拿就好了 是的 应该这方面媒体什么 真的是没有人会去体验 这个太遥远的事情的 我们多的 现在最近很多 欧洲一些很多的国家都有 都有送我们疫苗 那我们都说 对 然后我们就说 很好 然后就是感谢这些的友谊啊 什么的 可是照理说 这个应该去 最好去炒作的 可是我们的大 大内宣也没做 大内宣 大外宣都没有做 对呀 就表示这些东西 根本就不是他们在乎的事情 就是蛮奇怪 可能我印象中吧 刚开始 我类似的 不见得说是送疫苗 比如说 川普那时候 上来跟小英打电话 或什么 横挺台湾啊 可能媒体上说 我们可以跟什么 美国建交什么之类的 或者说 日本最近这两年 台湾不只是家人 不只是形容 是什么 是兄弟之类来的 对吧 刚发出来那两天 就问说 我们跟日本建交什么 但是就像文生先讲的 到后来有点 我这个形容对不对 也不是放羊的小孩 不是 因为人家本来也就没有说要建交 只送你个疫苗 或者说在态度上挺你 应该是说 我们也后来也不会自欺欺人吧 就是别人对我们这么挺 自己我们不会自欺欺人 大家对我们这么好 之前还有什么 捷克国会议员 对 不是 那个是捷克市市长 市长来台湾 捷克的议长 对 捷克的议长 国会议长 他就说我是台湾 对 他最著名的检讲 是 对 他一讲的话说 可能那一两天 台湾就会歪歪 会议 这个以后可以跟捷克建交 可能但久了 那也就 就 真是没有 别人对我们好 真的是没有 大家对我们是很好 但你要真的对我们更好 你直接跟我们建交好了 但是我们现在也不会 连提都没有 对 反正照理说 照理说这些的事情 应该都是很好去操作 真的 提都没有 我也觉得蛮奇怪 现在不操作了 刚开始也会操作一下 是是是 现在完全不操作 对 对啊 你就你你真的听我 黄大理琴你跟我建交 别的不用说 比如说 立陶宛为什么就是相对比较坚决 表现的比较坚决 然后其实立陶宛也没做什么 但是我觉得北京方面也有点过度反应 但是可能就是草木杰 他这个他做完之后 当时他们就说立陶宛为什么可以走得这么快 然后呢主要是因为他跟中国的贸易非常少 啊 然后呢 所以 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 对 然后现在欧盟的态度就很微妙 是吧 因为立陶宛毕竟是就是波罗的海三小国嘛 他其实也是欧盟的 所以呢 这种事情表现要看欧盟 他集体投票怎么样 欧盟的态度确实对中国就是很微妙 现在就是贸易上呢 还是快马加鞭然后再不停的往前推进 但是在又因为就是又跟欧盟的很多成员国 好几个成员国现在尤其是一些不是很大的成员国 跟中方现在发生了不同层面的局域哈 然后就是都是很愉快 所以呢欧盟也比较比较不好 他现在的情况是默克尔要下台了 因为他任期到了 所以新的上来的这个到底会是什么态度也很难说 因为之前说绿党一直领跑 但现在看来又很难讲 因为绿党是对中方是不是很友好的 但是现在基本上感觉上欧盟呢 就是最主要的两个大国 因为英国脱欧了嘛 然后法国和德国其实对中方还相对比较友好的 就是毕竟在经济上贸易上依赖度非常高 对吧 所以呢 就是作为国家领导人他不可能就说 这个全国人民吃饭的事情他不管 然后去举一个疫情形态大旗 这个也不现实对吧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欧盟目前这两个领头羊 目前还都是相对的比较温和吧 我觉得可能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高大 对对对 所以有些小国闹一闹搞不好 可能就会就是不要闹太过分 现在就这样 是的 你说立陶宛没什么贸易额 你说捷克 后来好像捷克跟中国的贸易金额还不小 所以后来他们也就就没有再 捷克就没有再提这些事情了 就乖乖的继续去 不是吧 这个正好说反了 就是捷克是因为之前 其实我有做一期节目 虽然有一段时间了 那个 真的 对捷克刚刚派就是整个整个那个国会议员的一百多人大团去访台的时候 我其实做了一期节目 然后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当时就是说我把这个前因后果讲了讲 就是因为之前中方许诺了很多对捷克的投资 最后都没有兑现 然后呢 所以就说当时 比如说中国和捷克的关系就是急转直下 之前有一段时间 尤其是捷克的总统是非常亲中的一个总统 但是他的民意就正好相反 他的就是他原来国会的老议长 然后就被威胁啊 然后就气到心脏病发死掉呀 然后呢 他纪人的议长上来之后宣布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访台如何如何 然后所以才出现了那样振奋人心的一幕 但是之后的关系其实一直是非常尴尬的 他们就没有修复 就是反正我 是这样的 跟中国还是没有修复 对对对 据我的观察 就说其实欧盟有很多国家成员国都先后的一些不太大的国家 先后都跟中方交恶 交恶之后我没有看到任何一方有关系缓和的 其实大家现在就是不那么使劲的吵了 然后就有一段时间吵得很大 像包括瑞典呀挪威呀什么之类都有过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跟中方这边发生过大大小小不同层面的摩擦 然后就是 对 然后包括中方派到欧洲一些国家的就是外交官也不是很自律 经常做一些就激动当地民众的事情 对了对了对的 在做这当地媒体上就放大话之类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即使是马克龙和默克尔也挺难做的 他们一方面想要缓和关系 但是中方这边的战狼外交呢又经常让他们没有什么余地 然后所以对对对对 但是不管怎样讲就是说我觉得中方现在可能看到我我这是我自己个人观察 我觉得这中美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很难弥合 那么他们其实就是他们的战略重心其实放在欧洲 所以呢在很多事情上都和欧盟现在非常紧密的联系 甚至于你晓得吧 我们有时候看的一些外国公司在中国 你说是德国公司就啊那还好还好 而美国公司说哎呀那日子不好过 都会很 欧欧期都还好一点 第一反应就会直接的就这样的反应 就是到底现实情况怎么样是另一回说 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印象说哎你是德国公司 那日子还好吧总还总还好一点 是就是这种这内地是这么的看的 哎对对对 所以呢我觉得你要回到再跟台湾建交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欧盟短时间真的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动作 不会的 嗯嗯是 哎回到阿富汗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几分钟啊 我就是一个看法 这再回提一下看想听听你们看法 呃这个美国阿富汗呃侧兵 那有一个其中一个理由我看法是说 因为中国最近呃这半年一年了老是在东海也好 南海也好搞了很多飞机天到晚飞去军事演习不断 那这时候反正我打了这么久20年离开嘛 啊那顺便的就留个烂摊子在中国的后门 啊看这样子会不会让中国这个左右两边啊就都这时候都要分心了 本来在东边这边是呃很很密集的军演啊演习啊等等那些但现在美国西边走了 那扯到一部分就是新疆那边跟这个阿富汗关系如何如何好等等等等 所以这样可以或许让中国因为美国撤离阿富汗 所以他会两边在东边这边会稍微分一点心 你们觉得呢这个说法成不成立 文森怎么看 嗯我自己我这个可能蛮复杂 但是自己看到的一些资料就是啊之所以中国现在跟塔利班开始都是很正面的关系就是啊 塔利班应该不会太插手在这个新疆的问题 因为怎么说都就是有那个伊斯兰教的事情 但是他们呃感觉上他是属于比较不会插手的 所以会变成的确中国会需要花一些心力 可能不是军事上面的反而是外交上面的心力就是要能够巩固跟那个阿富汗的关系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看法 对对对对 这个是这个是就是说实际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中方现在表现出来对呃 塔利班呃政权相对的比较友善 然后不光是包括在天津有会见 还有包括在一些国际社会的一些呃集会啊场合啊都表示出来 说啊我们应该呃尊重阿富汗人民的选择 然后甚至于想要尊重这个塔利班执政的阿富汗政府 加入这个国际人权理事会 我觉得这个真的嗯嗯嗯 有这个新闻这个新闻我还没看到 对对他们会申请加入 然后所以这个真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呃我但是我我完全同意这个文森的就一个观察哈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关于对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打击和遏制 可能是中方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他心他不希望就说呃 阿富汗成为就是极端分子啊或者恐怖分子的一个继续成为一个 他因为他他就是这干这个的嘛是不是他这个事情最有机的 嗯嗯你干干了好几十年那你其他地区的小股势力啊 原来可能不成气候会被打击的很大的那就聚的聚合到他这里来嘛 你想比如说包括那个就是呃呃阿富汗机场呃卡布尔机场发生那次 就是人体炸弹事件 在 patients is k Eren 嗯嗯应该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效果对吧 嗯嗯嗯对 就说对就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效果对吧 你在这个地方他一旦回来成为一个正式的政权 把这块地方站住他虽然是又穷又魄 但是呢他是祖宗呀对不对 大家有点什么事术可以逃到他那里 他就自动会提供 啊什么什么之类就是我相信中方是 希望避免这种局面出现 因为这样的话只会对中方控制呃整个犯的 就是西北部地区的这些安定啊 稳定啊 会造成大的挑战 我们还是不要直接说那种名字 因为怕 所以我完全同意这个文森的这个观察 再回到刚才海胆刚才提那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我们 我之前可能也提到过一点 就说阿富汗这个问题 就美军一撤走 肯定会形成一块空档 对吧 台湾政府他自己有 国内有很多问题 然后周边的势力也是又紧张 又觉得反正都是知道是个烂摊子 他们总得想办法稍微的控制一点 但是其中就是又涉及到的权力 很错综复杂 然后所以肯定会牵扯精力 但这个事情能和东海演习 有多大程度上联系在一起 又不太一定 可以肯定一点 就是说美军从阿富汗撤走之后 他可以更集中精力 应对其他一些地方 这是他自己公开讲的 他有自己的人公开讲 说我们从阿富汗撤走之后 我们可以更加集中精力 对付中国和俄罗斯 对吧 他们的人也都说话 也都挺直接的 根本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掩盖 我们要更好的 对付中国和俄罗斯 那人家就是打了这个算法 我们告诉他们是这样子 那美军肯定是有这种想法 那到最后对中方 尤其是在军事力量上面 有多大的牵扯 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 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主要是没钱 前提前提前提就是 他跟塔利班跟中国 西边安抚好之后 这样的话 美国算盘就不会打成功 应该这么讲 就是他西边 中国西边这么多没事的话 那中国可以继续在 在东边这边该干嘛 继续干嘛 不用花太多心思去 管后门发生的事情 这个不太好安抚 就是安抚这个事情 你不太好做 你这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就是安抚这个工作 就是不太好做 知道吧 就是说有些时候 假如说这个国家 他就是不懂 他缺钱 我给你点钱 那都不好安抚 是吧 你说非洲那些国家 每年给了多少钱 安抚了吗 对不对 人家有什么事情 不还一样 这还是只是穷 也只要钱 但人家是原教旨主义 人家是极端宗教分子 对不对 那是不好安抚的 这个安抚起来 是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还负重复杂 很多权力涉及到里面去 我觉得其实是不太好 是挺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虽然我觉得看 有时候看媒体上 大家看美军撤得很狼狈 又死人 又这么乱糟糟的 大家都拍手称快 其实心里面 其实是很难过的 有些人心里很难过 说最好你在那里按着 就是美军在那 每年几十亿 你压在那 你派人正在那里 这个地方好歹是一个 相对比较稳定的地方 那你一走 到底局面变成什么样 大家其实都不开心 对不对 你怎么就想明白 这个事情你就走了呢 你最好一直别想明白 一直在这待着 这样大家最开心 对不对 对 他就是一个很难搞的地方 有人愿意负责是最好 管他是谁 对 帝国主义的坟墓 也是最近因为这个事情学来的一个概念 帝国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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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是说他真的有什么东西 他真的能把这些帝国的都拖死 然后怎么样 是因为大家不分情话都想往那去 这个事情让我觉得特别奇怪 当年苏联也就是有几尘杀 是不是 所以 对 很复杂 所以很难讲 看看吧 也许我们过一两个月就完全没有兴趣在讨论 看看 看看 对 搞话就真正在聊阿富汗权了 三个月半年 对 嗯 这就失败的国家就让失败去吧 就对 好吧 看起来也是没办法 好吧 那行 那谢谢两位 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呢 没有的话 今天就这样子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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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下次再见 拜拜 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 下次聊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